7月8号第二波的莫德纳疫苗即将开打 县福规划了上网预约或是去电各公所 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预约等级接种 光复香公所内有许多高龄长者不熟悉网络的操作 为了避免有漏网之余 香公所昨天紧急派专人专车 在部落各大街小巷强力播送 催打疫苗希望提升全民的接种率 一早8点多光复香紧急调派专人专车 沿着社区各部落大街小巷强力广播 负责喊话的光复与推施梁碧瑶 用中文与阿美族语双声带 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7月8号在光复高职 施打接种莫德纳疫苗 明天7月8号又重新打算 从昨天开始我们广播车也好 我们村干市的村长也好 包括各部落的广播系统 我们都请他们一定要来广播 那我们今天想到因为像如果垃圾车 可能行进间会比较快一点点 我们今天特别请转车来宣导 然后慢慢开慢慢的讲让大家听听懂 希望说可以提高我们的信心 提高我们的一个一个施打率 花莱县第二梯莫德纳疫苗7月8号即将开打 在施打年龄下休至71岁后 县政府规定采事先预约登记方式来进行 然而对高龄长者而言 不管是上网登记还是电话预约 都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 光复乡公所有鉴于此 特别家派专人专车在施打前夕再加强宣导 我们乡下地方网路很少 因为大家不会都老年社会人 电话也都不会不会不会打 说我们有说有问题 像我们管播有问题 你就找我们村长来帮你帮你来预约 这就是一个服务 光复乡65岁以上人口将近2000多人 从AZ疫苗开打后到现在莫德纳疫苗的接种 完成施打的人数将近600多人 7月8号第二波莫德纳疫苗接种 预估又会再新增700多人左右 相公所特别以专人专车来进行吹打疫苗大外宣 希望所有符合施打资格的民众都能踊跃接种 提升全体乡民对病毒的防御力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